说教育部昨天召开工作会议 今年全国高考将于6月7号到8号举行 各地要周密制定组考防疫工作方案 做到应考进考 安全平稳 根据当前疫情防控形势 上海市秋季高考同考 延期到7月7号到9号举行 说中央文明办 文化和旅游部等四部门 昨天联合发布关于规范网络直播打赏 加强未成年人保护的意见 明确提出禁止未成年人参与直播打赏 严控未成年人从事主播 优化升级青少年模式等要求 说国家卫健委消息 近期多个国家报告发生不明原因的 儿童急性肝炎病例 专家表示 目前我国尚未发现相关病例 并且不支持儿童急性肝炎 和接种新冠病毒疫苗相关的假设 说昨天天州4号货运飞船 与长征7号姚武运载火箭组合体 垂直转运至发射区 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 各项功能检查 联合测试等工作 说近日 阿根廷研究人员发现 由于南极海冰快速融化 地企鹅正面临灭绝的风险 地企鹅依赖海冰生存 海冰稳定与否 直接影响着地企鹅的繁育 冰面必须保持至少9个月的稳定 才能保证企鹅幼崽顺利长大 否则企鹅宝宝会因为 没有长出羽毛前就下水 而冻死或者逆亡 如果海冰继续目前的速度融化 约70%的地企鹅种群 可能到2050年就会消亡 说日前 一颗罕见的巨型白钻 亮相加士德拍卖行 这颗巨型白钻 名为岩石 将于本月11号 在瑞士日内瓦的 加士德拍卖行拍出 业内人士表示 这是拍卖市场 有史以来出现的最大白钻 重达228.31克拉 它的预估价最高达到 3000万美元约合2亿元人民币